王阳和城之内与迷宫兄弟进行二维二的决斗 迷宫兄弟的迷宫本身就真真假假十分难缠 更可怕的是 他们竟然用风水雷三魔神合体 召唤出了门之守护者 这守护者攻击力极高 雷冲弹已经直接蓄力 瞄准了城之内的炎之箭矢 眼看炎之箭矢已经必无可避 这时候 王阳翻开了之前扣制的陷阱卡 圣防护照 反射净利 有了这张卡的保护 门之守护者的雷冲弹不但不能造成伤害 还会被反射回去 阿弥一看不好 赶紧让门之守护者用防护风将雷冲弹反弹 虽然门之守护者没受到攻击 可迷宫兄弟在场上的另一只怪兽就难逃一劫了 地狱的魔物使被雷冲弹击中 当场消亡 阿弥的生命之夜因此掉到了900 可王阳他们不差上下了 城之内突然感觉信心爆棚 他打算一鼓作气干掉门之守护者 王阳于是提醒城之内 要注意敌人的本体 只有一一将雷魔神 风魔神和水魔神消灭掉 才能击败门之守护者 城之内听了王阳的话后 立即决定让炎之剑士攻击风魔神 眼看一团烈焰就要翻译到风魔神的面前 没想到水魔神突然喷出大量的水 将火焰熄灭了 阿弓还指挥水魔神向炎之剑士反击 强大的水流猛地冲向炎之剑士 眼看水流淹没了迷宫的通道 黑魔岛立刻躲到了李茂里 可炎之剑士就必无可避了 本身水就克火 在强大水流的冲击下 攻击力降低的炎之剑士直接被大水冲走 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城之内气得咬牙气齿 眼看就能走出迷宫了 结果功亏一篑 可王阳却说 这一回合没有白费 只见王阳盖了一张卡 然后召唤地魔 地魔将追去炎之剑士的足迹发动攻击 但迷宫兄弟根本不相信地魔可以越过迷宫 直接攻击门之守护者 但王阳就是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了 刚才水魔神攻击炎之剑士的洪水 还在迷宫中没有退去 地魔的电机就顺着水一路向门之守护者蔓延 迷宫兄弟吓得立即打算用风将水卷起来 没想到门之守护者居然不听指挥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原来王阳早就敲墙埋伏下了六芒星的咒咐 之前门之守护者用水攻击炎之剑士的时候 还攻击了黑魔岛 所以现在不光本身受到封印 还减少了700点攻击力 迷宫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之发射口 被雷电机的粉碎 迷宫兄弟的生命值全都只剩900 阿弥随即赶紧将六芒星的咒咐解除 门之守护者总算又可以参加战斗了 接下来轮到城之内出牌 他毫不犹豫打出了压轴王牌真红眼黑龙 王阳等的就是他 因此紧接着就翻开了盖子场上的魔法卡融合 让地魔与真红眼黑龙合二为一 变成具有3200攻击的黑地魔龙 这就是王阳与城之内的最强怪兽 迷宫兄弟十分紧张 但还是大叫着 就算黑地魔龙再强 也要乖乖地走迷宫啊 等黑地魔龙走到迷宫出口的时候 你们早就失败了 迷宫兄弟每次自自打出了魔法卡原力 这是一张十分稀有和变态的卡牌 效果就是将对方决斗者的一半生命值 转后为攻击力 加在自己这边的怪兽身上 原本王阳和城之内的生命值就不多 这下就更是少得可怜 而且门之守护者的攻击 也因此提升到了3000 好在门之守护者这一回合提升了攻击力 所以不能进攻 目前的形势对王阳和城之内十分不利 然而王阳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样 他从容不迫地指挥自己的黑魔岛走出迷宫 来到了门之守护者面前 随后就打出死者苏生 迷宫兄弟根本不在乎王阳打算复活什么 他们直接指挥着门之守护者使出魔风冲击波 这要是打中黑魔岛 王阳的生命值必然归零 可不料王阳复活的竟然是水魔神 他利用水魔神的水壁挡住了魔风冲击波 城之内长出一口气 他们俩这算是躲过一劫吗 接下来轮到城之内的回合 他竟然抽到了模仿的幻想师 可以复制对方场上的卡 城之内突然系上心头 他通过这场卡 模仿的幻想师复制了对方的原力 也让迷宫兄弟尝尝生命值减半的滋味 决斗主打的不就是一个互相伤害吗 这下黑地魔龙的攻击力 一下就提升到了四千 场上没有怪兽是他的对手了 可是该如何让他快速地移动到迷宫外呢 这时候迷宫兄弟联手发动攻击 先用风魔神的攻击骗取了水魔神的水壁 随后又用雷魔神的雷电 一举将水魔神击垮 看起来王阳那张死者苏生是白费了 可王阳却笑了 他傲然告诉迷宫兄弟 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冒着危险 让黑魔岛走出迷宫 王阳终于打出换位魔法卡 有了这张卡 就可以直接将黑地魔龙与黑魔岛调换位置 于是一阵闪光过后 四千点攻击力的黑地魔龙 赫然出现在门之守护者的面前 他张开嘴喷出炙热的火球 一下就将门之守护者彻底击垮 迷宫兄弟的生命值因此瞬间归零 城之内和游戏总算凑析了十枚星线筹码 获得了进入城堡的资格 然而这时 迷宫兄弟还是挡自大家面前不肯让开 表示赢了决斗并不算真的胜利 他们必须选择正确的门才能成功通关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到底哪扇门才是真的出口 迷宫兄弟两人到底谁说的是谎话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王阳拿出了写着迷宫字样的两枚硬币 他左右手各握着一枚 表示会选择握在手里的那枚硬币相应的门 迷宫兄弟于是哈哈大笑 果然到最后只能求神了呀 随后只见王阳淡然地打开了左手 里面赫然躺着一枚刻有宫字的硬币 所以王阳是要选择写有迷字的门吗 迷宫兄弟哈哈大笑说 王阳选错了 真正的门是写有宫字这扇 可是王阳却依然十分淡然 他说 其实自己无论选什么 迷宫兄弟都会反着说的 要是自己选的是宫 迷宫兄弟就会说迷字的门才是正确的 迷宫兄弟一副死屁赖脸的样子 反正你已经选迷了 难道还能咬我们吗 结果这时 王阳打开了一只握着的右手 里面竟然也是宫字 王阳随即摊开手 将两枚硬币展示给大家看 他右手硬币两面只写着宫 而左手才是真的迷宫硬币 王阳玩这一手 其实就是想忽悠迷宫兄弟 让他们自己说出正确答案 这里其实还是有些难以理解 感觉游戏应该是有三枚硬币 如果迷宫兄弟说迷才是正确的 王阳就会把两面都是迷字的硬币 展现给他们看 此时在城堡里 海马已经悄悄干掉贝卡斯的手下 来到了关押木马的监狱里 木马看到哥哥还活着十分开心 他兴冲冲地告诉哥哥 自己没有出卖海马集团 机密的钥匙也没有交给贝卡斯 但海马并不在意这些 只是急得想把木马立刻救出来 结果就在这时 贝卡斯出现了 海马立即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把海马集团交给他 可贝卡斯还是淡淡的样子 他露出自己的千年眼 结果一阵金光后 木马居然贪软在地失去知觉 贝卡斯将木马的灵魂 也封印在了怪兽卡里 随后贝卡斯告诉海马 要想救回木马 就必须跟武藤游戏决斗 只要赢了 就有资格挑战自己 才能救回自己的弟弟 贝卡斯扔给了海马一堆星星 让他以此向武藤游戏挑战 如果海马赢了游戏 就能挽回海马集团失去的信誉 到那时 贝卡斯在接手海马集团 才失败功倍 海马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同意 但他决定 如果木马出了事 一定要把贝爷直接勒死 此时游戏等人 也来到了贝卡斯的城堡外 终于达到了这里 杏子一时间也是百感消息 他看着游戏 突然觉得游戏与决斗时 好像根本不是一个人 表情不一样 气势也不一样 打牌时的游戏 看起来靠谱得多 也帅气得多 杏子固然想起 黑暗游戏时的记忆 难道游戏有两个吗 还是果然是个梦呢 游戏招呼杏子赶紧过去 却不料直接刷了一个大跟 杏子玩耳一笑 果然还是另一个游戏更靠谱呀 杏子不由地想起了 自己跟游戏和城之内 相处的过往 那时候 他利用课余的时间 在汉毛店打工 想不到 有一天竟然被城之内 和游戏撞破了 学校不允许学生打工 要是被城之内 这个大嘴巴宣扬出去 杏子会受到学校处分的 其实杏子也十分无奈 他的梦想是去美国学习舞蹈 这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杏子也只能勤工俭学 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城之内和游戏 知道这些都十分佩服杏子 还发誓一定不会将事情泄露出去 可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杏子就在储物柜里发现了一封信 信上说放学后 让他去体育仓库 要不然就将他打工的事情说出去 信上竟然还附了一张 杏子打工的照片 杏子火冒三丈地来到体育仓库 认为一定是城之内 或者游戏搞的鬼 结果在体育仓库里出现的 是一个高年级的猥琐学长 他拿着低威拍上拍下 眼看着变态就要非礼杏子 没想到游戏突然出现 可惜他身材矮小 根本不是变态的对手 杏子也被变态甩地 撞在墙上昏死过去 为了保护杏子 游戏叫出了自己的带打王样同学 王样提出用决斗怪兽游戏分输赢 输掉的人就会坠入黑暗世界 变态自然不会怕眼前这个小豆丁 他动手抽了一张诅咒之龙 而王样则抽出了黑魔岛 是王样胜利了 但变态这时才不管什么输赢的话 他挥拳就要打王样 王样只是轻轻地一抬手 就将变态的灵魂送走了 这杏子迷迷糊糊地醒来 刚好看到王样一脸霸气的样子 那表情与现在游戏的表情完全不同 于是杏子头脑一热 就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了游戏 他觉得游戏好像有双重人格 游戏呆愣愣地看着杏子 只好说自己有时候真的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杏子好像看到了游戏的困惑 因此立即起身 表示着没啥关系 因为游戏就是游戏 无论身体里住着几个灵魂 都是游戏啊 一行人随即走向贝卡斯的城堡 却发现城堡大门口站着一个人 正是海马 海马说游戏必须与自己决斗一场 赢了才有资格进入城堡 自从上次输给游戏以后 海马就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输 想了很久 他终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那时候的武藤游戏拥有自己缺少的东西 那就是当人肩负着必须守护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变强 此时海马表示 自己也有了必须守护的东西 为了木马和海马集团 自己一定不能再输给武藤游戏 游戏看下海马 他觉得海马的眼神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里面承载了更复杂的感情 他决定接受海马的挑战 前年积木一阵闪烁后 游戏和王阳灵魂互换 两人来到了城堡的屋顶展开决斗 这时 阴险狡诈的姬思叶终于来到了城堡门前 没想到他竟磨蹭了这么久 他洋洋得意 以为自己是第一个来到这的决斗者 却不知道城堡屋顶上已经开战了 这一次海马和王阳都用五枚猩猩堂堵住 海马将决斗盘扔给王阳 他们将用这个最新的决斗系统较量 首先由海马发动攻击 他召唤出强化石像怪攻击表示 王阳则还以诅咒之龙 海马大人地告诉王阳 虽然大家现在是敌对状态 但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打败贝卡斯 而王阳要是想打败贝卡斯 就只有输给自己 因为王阳根本不是贝卡斯的对手 只有自己的新型决斗盘 才有可能与贝卡斯一战 虽然上次决斗中海马输给了贝卡斯 但他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贝卡斯好像能看穿对手的内心 所以这一次 海马索性用新型决斗盘 制造立体卡牌影像 隐藏自己的表现和动作 海马觉得 贝卡斯是无法应对 自己的新型决斗系统的 然而王阳早就知道 贝卡斯其实并不会读心术 他的力量来自于千年眼 就算海马使用新型决斗盘 也不可能破解千年神器 想到这里 王阳也不在手下留情 直接指挥诅咒之龙 灭掉了强化石像怪 海马也没泄气 他召唤了复仇的前行箭矢 前行箭矢可以将 被打倒的怪兽的怨念 转移到箭上 将其攻击力提升20% 王阳这才明白 为什么第一局 海马轻易地让他 击败了自己的怪兽 这下诅咒之龙危险了 海马果然毫不犹豫地 命令前行箭矢攻击诅咒之龙 可就在他长剑 即将砍到龙身上的时候 诅咒之龙突然消失了 原来王阳使用了换卫卡 这卡能将场上的怪兽 与手牌里攻击力 较强的怪兽互换 所以刚才诅咒之龙被换走了 而换过来的 就是黑魔岛 黑魔岛随即轻松 将前行箭矢击碎 经过两次对抗 海马的生命值 掉到了1500 王阳再次召唤出诅咒之龙 而海马则召唤出了 灯之魔精 王阳随即让黑魔岛 立即攻击 可这时候 海马发动了陷阱卡 魔法神灯 神灯将灯之魔精 吸了进去 同时还能将 黑魔岛的攻击 这下 王阳和海马的生命值 都是1500了 但对于海马来说 他的最强手牌还没动呢 海马决定 这次用三只青眼白龙融合 召唤出他有史以来 最强的一只怪兽 就拭目以待吧 我是黑白 下期见